你有想到 我剛剛講的 這些基層的 堅保無控股力 造造罪的 有幾個人 可以線上去申請 有幾個人 可以懂得電腦上去申請 我講個人的感覺 所以才你這樣子去做 真的是在歧視 這些所有的勞工 你自己在那邊 被誰當作賺 在購賺以外 你還要欺負這些勞工 我個人是在懷疑 我希望不要 但是你的心態 如果真的是要 到現在為止 要在議會當中 他藐視民意 對於民意代表的質詢 他犯質詢 竟然在那兒 歐龍世道 中人的生命 用動作 只要我們生命 只要我們生命 為了他的解放 就是疫苗 他把它當成雞腿 這個還不過分 紓困貸款 你覺得人民想要這些錢嗎 如果你把老百姓都當賊在看 你把老百姓都當賊在看 在這裡 大家要去想一想 台部的這個問題 你真的對台灣這些人 這麼不相信 台部的問題 這些好害人 過去都不給錢 但是他用的是老百姓的錢 這些人每一個人都要負擔 他不應該把老百姓都當賊 在賊賊一樣 你發給他 土片的發給他 他要怎麼使用 他甚至行之有利的時候 他還可以幫助別人 這樣有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 你就要三百六金 然後呢 限制這個又限制那個 發放這個勞工的補助金 投保薪資超過兩萬事 超過基本港主委 不好意思 就剩一萬塊而已 他還要給他去實現 這個你有想到 我剛剛講的 這些基層的 健康無控股力 做投資的 有幾個人 可以線上去申請 有幾個人 可以懂得電腦上去申請 還有這些沒有固定固執 投保的這個單位 他支付的金額都相當的高 我在這裡 我講個人的感覺 所以才你這樣去做 真的是在歧視 這些所有的勞工 你自己在那邊 把佩西東做的顧餐以外 你要再去死這些勞工 兩萬四千塊 是基本的港主 投保基本的港主 一生 竟然沒辦法領到 中英的三萬塊 各位 這樣有沒有歧視 這些做得越久的人 付出他的青春 這些國家都在過的人 這些國家打拚過 結果時間這里長的人 這樣有沒有歧視他們 所以蘇貞昌 我個人是在懷疑 你是在 你的心態 我希望不要 但是你的心態 如果真的是要報復 當初沒有投票給你的人 對不起你們 我覺得這個心態 非常的要不得 蔡英文 這個政府 任用失敗的 選民不均勁的 這個政治任務 繼續來換這個國家的記憶 我們本身的存論 就是造成 目前政客 建議在照顧 面對 代表民意的 立法委員的質疏 他也不敢插消理 他也不敢 政客 跟你回答 問他 他說什麼 真正沒準確 這個民進黨政府 你敢描述 我還要把他 用問 因為 所見將 歸起所有的違反 他要配信 免以我 任人到抗議前 嚴格保安 各位 這個人還有信用可言 但是老百姓的善良 把2020年 再次的把這個執政的權力 交給了民進黨 同時也是容忍 這個紮政集團 越來越強 更越雄 更越無天用 所以 老百姓 我們要自己檢討 現在不是難力的問題 我們面對的是病毒 但是 病毒 它攻擊之不分難力 要面臨這個 一個雖然的政府 老百姓 只能 自求兜兜 我在這裡 很語重心長的講 選錯的人 當然 我們現在面臨 承擔的 就是幾百條的人命 這幾百條裡面 昨天 蘇貞昌的道歉 不敢不敢 很簡單 這三百條的人 他們應該死的嗎 他想要得到病毒嗎 而這個 最主要致命的原因就是病毒 那病毒怎麼進來的 各位 我相信 我們把未來交給政府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做好把關的責任 一旦政府失能的時候 現在所付出的代價 就是這樣 往後還不會增加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個數字很快的 很明顯的 就會告訴你所有國人的紅包 怎麼樣去做一個民主的抉擇 我們選擇錯誤 我們付出的代價 就是人命 就是經濟 就是大家每天擔驚受怕的 這個生活環境 要回歸到正常生活 很困難 疫苗沒有進來 我們什麼都不用講 這一種 失敗 不 distance 01 有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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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